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与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人民团结一致 共同终结性别暴力 今天是反对性别暴力16天行动的开始 活动从11月25日持续到12月10日 今年的主题是团结起来,立即行动 它强调了让加拿大的每个人都参与改变 导致性别暴力的社会规范、态度和行为的重要性 这也是一个行动号召 敦促我们所有人认识到性别暴力的迹象 并为自己和亲人寻求支持 在此处阅读更多信息 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需要帮助吗? 拨打911、访问SHLTERSAFE.CA 加拿大人口贩卖热线18339001010免费 自杀预防热线988、电话或短信 EO应用程序下载移动应用程序或网络工具 加拿大政府发表声明 敦促大家团结起来 立即行动 结束加拿大的性别暴力 发见人 加拿大妇女与性别平等组织 陈述 沃泰华 2024年11月25日 妇女、性别平等和青年部长Marcian阁下 在联邦内阁部长星浩的支持下 今天发表了以下声明 以纪念反对性别暴力16天行动的开始 并纪念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 反对性别暴力16天行动是一项全球运动 旨在团结人们大声几呼反对暴力并推动变革 时间为11月25日至12月10日 今年的主题是团结起来 立即行动 呼吁所有加拿大人 尤其是男性和男孩 挑战有害的规范 并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来预防和解决基于性别的暴力 对于受害者、幸存者及其家人来说 影响是深远的 包括身体、情感、财务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 这是一项影响数百万人的广泛侵犯人权行为 加拿大有超过620万名15岁及以上的女性报告说 她们在一生中经历过某种形式的亲密伴侣暴力 去年 加拿大有187名女性被暴力杀害 几每两天就有一名女性被杀害 这些不仅仅是数字 她们讲述了一个过早失去生命的毁灭性故事 这些女性是母亲、姐妹、朋友和同事 她们从未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力 这个令人心碎的现实是一个行动的号召 我们必须致力于建立更好的系统 以保护女性并确保她们的安全 我们需要共同挑战和破坏有害的性别规范 并投资于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的长期解决方案 任何个人或机构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前进的道路在于集体承诺 每个人 包括男性和男孩 都可以在挑战和改变时暴力长期存在的 有害社会规范 态度和行为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以一起创造必要的系统性变革 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安全、更公平的未来 联邦各部门和机构继续齐心协力 立即采取行动 以结束基于性别的暴力 并通过以下方式为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支持 与省和地区政府合作 领导实施消除性别暴力国家行动计划 加拿大妇女与性别平等部 将于今年秋天晚些时候 发布第一份年度国家进展报告 以展示根据国家行动计划进行的投资的影响 作为联邦基于性别的暴力战略的一部分 我们还在继续开展工作 以改变社会规范 以解决和预防加拿大的基于性别的暴力 推进联邦途径 联邦对全国失踪和被谋杀土著妇女和女孩调查的正义呼吁的回应 今年加拿大皇家土著关系和北方事务部提供了130万美元 资助了曼尼托巴省的红群警戒试点 共同主持了关于MAKE-2S加威基的年度土著联邦省地区圆桌会议 并在2024年至2027年期间每年为国家、地区和社区层面的项目提供250万美元的资金 以促进土著家庭和幸存者的康复 促进参与领导和决策 支持女性在政治和公共生活中的安全和包容空间 包括打击针对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的虚假信息和网络暴力 到2026年 通过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每年投资高达2100万加元 并持续投资超过1400万加元 以支持促进安全关系 防止青少年约会暴力、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的项目 并使卫生专业人员和服务提供者能够识别和安全的应对基于性别的暴力 为人口贩孕受害者的无身份外国公民 发放临时居留许可证TRP 这些TRP允许人们工作、学习和获得健康保险 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还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选择 帮助他们留在加拿大而无需依赖施虐者 例如免费的TRP和更快的永久居民申请 通过与原住民合作、为紧急避难所、过渡房屋、第二阶段住房和暴力预防计划提供资金 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并支持原住民妇女、儿童、TRP家人士和受家庭暴力影响的家庭 今年、加拿大原住民服务部ISC与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公司Canada Mortgage & Housing Corporation合作 承诺为加拿大各地19个紧急避难所和16个过渡性住房的建设和运营提供资金 ISC还继续支持原住民主导的暴力预防活动 并投资3100美元 万通过Pathways to Saf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itiative支持社区安全和福祉计划 通过资助以社区为基础的项目 为性侵犯、亲密伴侣暴力IPV和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幸存者 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和信息资源 以及为支持参与家庭司法系统的IPV受害者提供资金 增加诉诸司法的机会 加拿大司法部还加强了加拿大的保释制度 以更好地解决亲密伴侣暴力问题 并通过立法、通过改进出版禁令法来赋予受害者权利 通过国防部的不当性行为支持和资源中心 SMSRC支持国防社区内受不当性行为影响的人 该中心包括7分之24咨询电话线 持续支持、社区赠款、同伴支持和独立法律援助 SMSRC还为领导者提供解决不当性行为的指导和支持 通过打击人口贩运国家战略 National Strategy to Combat Human Trafficking 更新该战略以及持续致力于解决和预防基于性别的暴力 加强加拿大对人口贩运的应对 此外,我们继续在国内和国际上推进根据 保护儿童免遭互联网性剥削国家战略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from Sexual Exploitation on the Internet 开展的工作 以提高人们对犯罪高度性别化本质的认识 并保护儿童和青少年上网 前C-21法案于2023年12月15日获得皇室批准 提出了一代人以来最强有力的枪支管制措施 包括一系列新的减害措施 以帮助降低在亲密伴侣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情况下 与枪支相关的风险 这包括新的红旗法律 如果个人对自己或他人构成风险 该法律提供了另一种采取行动的途径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正在制定一项红旗宣传计划 以确保受害者和支持组织 知道如何使用新的红旗法律 根据加拿大社区安全计划 为遭受性别暴力的人提供服务的庇护所 是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该计划旨在提高遭受亲密伴侣暴力 或家庭暴力的妇女 以及二slope体加社区成员的参与度 这些社区特别有可能遭受仇恨动机的犯罪和基于性别的暴力 更新国家操作手册亲密伴侣暴力政策 现在包括增加克莱尔法 强制控制 受虐待被忽视的动物与人之间的暴力联系 以及使用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创伤知情方法 加拿大皇家骑警还将于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期间 为员工举办基于性别的演讲系列 演讲者将讨论健康的男子气概 暴力联系 技术促进的基于性别的暴力 强制控制以及对男性和男孩的性剥削等主题 通过加拿大退伍军人事务部和国防部提供的一项新的协作性同伴支持计划 为受军事性创伤影响的个人提供一个联系和治愈的空间 该计划涵盖的主题包括创伤和道德伤害的影响 应对机制 自我保健等等 作为妇女性别平等和青年部长 我代表我的同事们 敦促大家将今年的反对性别暴力16天行动主题付诸实践 团结起来 立即行动 学会识别性别暴力的迹象 花时间观察您周围发生的事情 在家中 在家中 学校 工作场所和社区中 并毫不犹豫地为自己或亲人寻求支持 结束基于性别的暴力就是为每个人促进一个更健康 更公平的社会 新浩本声明得到以下部长的支持 皇家土著关系部长 加拿大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 阿瑞夫·维羅尼阁下 心理健康和成瘾部长兼卫生部副部长 Yaira Sacks 阁下 尊敬的国防部长 Bill Blair 公共安全 民主机构和政府兼事务部长Dominic LeBlanc阁下 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兼国防部副部长Jeanette Patipas-Taylor阁下 接触 安吉·鲁特拉 妇女与性别平等和青年 部长通讯助理 办公室ng.routerfgc.gc.ca 加拿大妇女与性别平等媒体关系 部819-420-6530fgc.media.wgfgc.gc.ca 关注加拿大妇女与性别平等组织 网站 网站 脸书 x.x.公资 x.自由做我 LinkedIn Instagram的 优酷 按关键词搜索相关信息 性别平等 加拿大妇女与性别平等部 过泰华 妇女和女孩 资助申请人 公众 媒体 非政府组织 女士 声名 Marcian先生 修改日期 2024年11月25日 加拿大妇女与性别平等 我的能力